大家好 我是小杨 今天来看一下绵羊皮全纸楼的款式 第一款是一个常装 也就是中国风的 前面是盘扣 后面是左右对抗的 一个半大款大概70公分多一点 这种的话适合六七十岁以上的年龄 没有任何的花纹这一款式 装饰比较少就是一盘盘扣 喜欢这种风格的就可以买了 然后这个的话跟前一个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要复杂一点 带了一些花纹图案 然后领口的话也做了一些缝线 中间是一个道符的图案 有一个符字倒着写的 然后边上是一些云纹什么的 反正就是吉祥的意思 也是单皮的 这款的话是同款的 羽绒服 也就是加了羽绒的 中间也是一个道符的图案 这种风格的话喜欢的就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就怎么会去买 就是中国风 全部是绵羊全纸楼皮 来来看一个同样皮料的翻领 这个是简单款 也是今年的新款 也是绵羊全纸楼的 全纸楼的好处就是无论你穿多少年 即便是发霉的 后期整理一下 清洗一下就跟新的一样 它不怎么容易皱 然后这个是西装 这的话可以做全纸楼 也可以做普通的羊皮 领子是羊皮恶意纹的 胸口还带了一些压花 当然压花也可以不要 一个 比较时尚一点的西装 把它扣起来看一下 效果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领子 是一个羊皮恶意纹的 也可以用真恶意纹 当然那样的话价格就贵了 好的 今天的款式就给大家看到这里 再见